3個中產黨 其實我打算跟Kelvin回來 起碼每個星期做一個跟經濟有關 其實我們本身已經有 因為做了暗標 即是投資新樓 但今次說什麼呢 由某一個經濟學者開始說起 話說在某一篇明報文章 寫了一些關於最低工資的東西 我覺得今天不適宜說 因為太詳細複雜 但他為了欺騙什麼都好 開了一個人的名字 他說李卓人一輩子沒有做過一件有生產力的事 他其實是酷字孫柏文 孫柏文原來在某次的電視節目 英文節目 嘲諷過李卓人 照樣讀原文 他說 Counsela Li has never been a productive worker in the productive sector of the economy 意思是說什麼呢 他從未試過李卓人 作為一個工會代表 他未試過在一個有經濟貢獻的單位裏面 一般的愛好者、議員、很多經濟學教授都是這樣 他們都是把工會視為大敵 其實也不能說蕭先生也是 經常說在工會又怎樣 經常都永遠都覺得這個世界沒有了工會 世界就會美好了很多 這個我其實是第一個想探到 究竟工會這件事是否就等於這個世界同流呢 你現在這個問題 因為他所說的是 你所說的工會問題 其實李卓人究竟是有生產力 所以我現在未講完 我有兩件事的意思就是這個原因 第一件事就是 究竟工會這件事 在自由經濟的模式 或是右派經濟學家來說 究竟是否一件事實惡不捨的事 第二件事是甚麼呢 當然就是針對李卓人 李卓人既然有孫柏萬 或者有某個經濟學者說 你一生人究竟有沒有做過一些有生產力的事 究竟李卓人有沒有做過有生產力的事 這個我也都覺得是值得討論的 孫柏文有沒有做過一些有生產力的事 怎樣才叫有生產力 所以我再問 他覺得他沒有的時候 他只會中拒指給他 如果用他的打赤 起碼你都認認真真打份工 生產產產品出來買給人 這樣就叫做有經濟生產力 有生產力和有價值是兩回事 他可能很有價值 譬如他回大陸被人拘捕 帶錢回大陸被人拘捕 那算不算有價值呢 但肯定沒有生產力的 我們應該集中生產力 跟香港的集中價值 這個是很複雜的 當然我簡化了這個題目 將兩個人拍在一起 這樣討論兩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究竟李卓人作為一個工會領袖 他有沒有做過一件對社會有益的事 當然對於社會有益這個界定已經很大了 不只是生產力了 第二件事就是工會 在自由經濟或者經濟學校的角度來說 是否一樣消失了之後 對社會更加好呢 你覺得由哪裏討論 由李卓人開始討論 從工會開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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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講我的看法 我雖然是經濟學外行人 但我也有看過經濟相關的歷史 我記得當年我看馬克思的歷史時 他在1848年 在倫敦宣布共產黨宣言 原本馬克思雖然是德國人 但他在簽訂和宣布共產黨宣言 是在倫敦做的 當時我想法是甚麼 因為在1848年代 倫敦的工人的環境是很差的 他經常會覺得 在一個這麼差 被資本主義剝削得這麼嚴重的 工人社會裏面 我只要搞了共產黨宣言 還不行 英國還不成為一個共產主義國家 但問題是 在宣布了共產黨宣言之後 對於當地的勞工那種影響 起碼在共產黨宣言的影響裏面 似乎沒有甚麼 接著他就發覺影響不大 唯有離開英國 我自己看這件事 當然周遠大師就覺得 其實可能都是有關係的 但我自己的感覺是甚麼 就是當年為何英國倫敦 不能夠接受到共產主義 不是像蘇聯一樣 成為共產黨革命的國家 就是因為當時 他們在1840年代開始 有工人工會階級的出現 有一些工會組織 開始幫工人揮霍他們的權益 所以你說一件事有沒有生產力 對一件事有沒有好 你不能只看產品 你不能夠說現在右派的經濟 他經常都說 你工會就搞到有最低工資 搞到工人的利益就變成沉租 變成這個社會很無效率 變成資源初配 變成我們消費者 成為更貴的商品 但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他也可以為這個社會穩定提出貢獻 你自己知道當年他在英國的時候 就是抵抗了當時很強烈的共產主義 其實就算到了1950年的時候 英國行社會主義的時候 正當是共產主義最強烈的時候 所以他抵抗了更加有大力 你可以說他是一個邪惡 但是他是先抵抗了一個最大的邪惡 你再看之前有很多法國大革命 你說俄羅斯有很多的革命 就是因為那些工人階級 他沒有一些福利或者其他東西的保護 他沒有選擇的時候 不是就是打算推回政府 下一個最激動的事 我有另一個看法 這個看法其實都 你說我又是芝加哥畢業 那我這些真的是芝加哥畢業 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信復芝加哥畢業的人 是的 那個看法是這樣的 有些很講自由主義 很講以為自己懂得市場經濟的人 都忽力了 這件事我和大家就將不常學 他經常說政府如何不好 如何不好 將不常說就是什麼呢 我們沒有見過一個社會 是發展得好的 是沒有政府的 這個是告訴你 如果他的存在 是這麼普遍 你又找不到一個例子 沒有他的時候 存在得到 就搞得很好的話 你可以說這個是保守的看法 就是他一定存在 有一個原因在這裏 所以張不常的理論 就是我因為社會有家裡費用 所以政府存在 來到定義產權好 或者什麼好 如果一刻一白 要和不要的話 他會說要 可能政府會做一些不好的事 但是選擇是有和沒有的時候 他寧願有 我再講一個 公會同學道理 公會我們看的話 公會當然是做一些事是沒有效率 令到他爭取工人權益 可能是人工高了 於是最後就會令到經濟效率低了 一些貴了 這是一個看法 但是當他在每一個地方 不同的時候 都存在的時候 整個概念 你是不是說政策 所有公會都不准存在 禁了公會 即是變成什麼組織都不行 這個政策 是不是一個好政策 我有兩點想補充一下 就是一個背景資料 第一個背景資料 就是當年共產黨成功之後 在蘇聯成功之後 他其實在其他國家組織組織了公會 那個公會是一些共產黨控制的公會 即是左派公會 大家都知道 所以其實 如果你說公會是 resist 共產黨的話 亦都同時間 公會是跟共產黨是很大的聯繫 香港都有公聯會 另外有一個就是說 你公會包不包含那些行會 譬如說醫生公會 包括什麼都包含了 是不是所有公會都罪惡 還是只是那些碼頭工人的公會 那些公會才不做 我想公會都要做一個很強調 譬如如果醫生沒有公會 但是任何人可以做醫生 或者機師沒有公會 大家不可以任何人去做機師 就是招 他說的 這個我又這樣看 你可以說沒有公會 但是他們會說 就是說 那你政府發牌就可以了 什麼都政府說就可以了 總之有發牌制度 就不用你的公會 譬如現在醫生那件事就說 政府立了一個權 我說誰來發牌 誰可以做就可以了 還不可以讓醫生他們說 這個都同意 很同意的 但問題就是公會不只是做發牌 工會有很多效用 我想講一個例子 就是剛才我講了一個大的畫面 就是說我們反不反對公會 這件事存在 因為可能有些是沒有效率的 但如果有些是會令到有效率中 那是否一刀切呢 我講一個例子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我們都認識一些演藝界的朋友 張錦晴同很老友的 那他經常就說 告訴我 就是香港演藝界的人 我何理屋的制度 怎樣可以保護到工人 尤其是當我沒有工作的時候 讓我養到他 演藝就是一個行業 不是說一個career 等升職很穩定的 那他這樣的工會 其實是一個組織 好像教會那樣 是做到一個賣保險的一個作用 不是說純粹是為何幫一個利益團體 爭取 即是seed rent 而是給了一些建築 他們可以說 我們怎樣去一個方法 幫一個業界的人生活不好 接不到工作的時候 我們都分一些給他 其實好像提供一個保險 那這樣的工會 做這些事情是否不好 那我亦都說 rent seed 是不是問題 基本上在政治上 或者在社會上 就是有很多的利益團體 壓力團體 當然每一個壓力團體 每一個利益團體 都是有rent seeking 的問題 但問題就是 如果自己不參加 那個利益團體 你自己不做 就被人rent seeking 了 所以為何不rent seeking 就是社會上 我記得 我很記得 我永遠都記得 就是我小時候 那些工人家傭 家傭的時候 每天都會加家會一個 那七十年代的時候 開始引入家傭 我看到家傭之後 我叫他契媽 是很close的 他在其他地方做了 大過程 在其他地方做了 喂 人工是這麼多年沒有加過的 即是說那時候 人家普通可能是一個工人 賺三千元 他都是賺八百元 一千元 因為其實有費用進來 搶走 他的人工就等於費用 但是為何他們沒什麼呢 因為他們不懂得治 又沒有死 結果就被人欺負 結果大家說 菲傭令到香港的經濟增長 家庭主顧生產力 其實那些負責 所以就是家傭 又不是出聲 就沒有出聲 就因為他們沒有政治實力 沒有成立工會 沒有被人欺負 結果就是這樣 我暫時可以說 剛剛Kelvin和張宴大師說 工會始終都會幫到 他的行業利益 有某個經濟學家說 起碼他都促進了平等 促進了負責 幫他爭取責 雖然負責 這個字我本身覺得有些解錯 但是我就算不說這些 他都是促進了社會更加有效力 一個很簡單的一件事 譬如我剛才說 你對工人一直都很壞 那就罷工 或者他們要爭取一些東西 你逐個逐個工人跟他談 或者是有一個工會代表 跟他談 會有效力一點 他是截散了很多搜集資訊的成本 你去跟一個工會代表談 你就已經可以了解整個問題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還有就是 有很多潛在的危機 你都可能透過工會解決 譬如有很多人已經對你很不滿 他透過工會代表跟你談好 還是到他忍不住那一刻 就幫你打爛工廠的機器 幫你搞到你的工廠又停動了生產 這件事好 這些是很容易去想到的 這個做法就是 有人說日本的工會 日本的工會是工人 但是工會的領袖 跟那個關係很好 就是剛剛那些工會領袖 就正常做到那個關係 工會正常做 做春鬥擺明都是做樣的 但是事實上都是會有家人工 這些人都是會服他的 這個某程度上都是會有一個 一般的問題 當時做得很好的時候 始終日本的功能最好的時候 那個年代 當然工會的淘汰 現在就不需要工會 現在日本的工會代表 已經沒有了影響力 因為那些人都炒了 你不需要你爭取 可能你炒了 好了 但是還有一點時間 就再說一句 說回李卓人 李卓人 究竟他對這個社會 是不是完全沒有生產力 正如我們剛才說 如果你說他沒有生產力 你對於經濟學的界定 就明明太膚淺了 任何東西出進了社會 做上一條底褲一張截 不是 他不需要做一條底褲一張截 就算他講到 令到有些人穿少了 或者買對著一條底褲 或者買對著一張截 都已經是一個經濟效果 所以有沒有呢 這是無需要懷疑 他一定是有的 但是做多還是做少 以及誰有好處 誰是虧底 那我先講一件事 我覺得一些人 特別是香港的右派經濟學者 很蠢的 你不能夠將香港的工會 跟外國的工會比 外國工會有多少的集體談判權 集體化工權的法律補助 李卓人有什麼差事呢 雖然如果你問李卓人 有沒有成功做一件事呢 即是孫柏民或者那些經濟學者的看法 究竟你搞工會運動 有沒有幫過社會促進 我的界定是什麼 究竟你做一個工會領袖 有沒有成功過任何一個工業行動 這才是我所關心的事 那有還是沒有呢 我有印象近期最大 大家印象就是碼頭的事 我自己看 其實如果你說薪酬 基本上是沒有的 因為你沒有一個集體談判權 你自然的人就找回其他人去做 我最重要以前就是紮鐵工人 制工人就是爭取了很久 就加10元人工 你說這個是不是侮辱性 是的 他以為自己成功爭取 別人就是侮辱你 那不就加10元 但是李卓人這個人 我就不認識他 但是很多人都認識他 反映他其實都是一個很中級級的 即是他不是屬於那個 他整個出身思維 香港有哪個工會代表 不是中級級的 我真的覺得很難找到 你想想陳婉嫻 王國興 陳婉嫻住半山的 你想想 王國興全部都有幾層樓 香港做工會有什麼可能不是中級級的 但是他最少走出來的樣子是比較肚子 是的 這是他的形狀包裝 這是成功的形狀包裝 你真是肚子骨骨骨 但是我想說 譬如紮鐵工人 後來加薪金他們又應勢 那根本就不關你的事 紮鐵工人的供應量不夠 所以就加薪金 因為那個事件的確是人工沒有什麼點加 我可以告訴你完全是不關他的事 像即是意思 但是有些事情是改進了 哪些事情是改進了呢 而這些工會是有用的呢 就是那些非金錢利益 因為當時說那些吊車很骯髒 那些人是沒有休息時間 大小二便都有一個吊車做 很差 在搞了這個工業行動之後 這些事情便換回新了 改善了 在老闆來說 這就是我想說工會的效果 他可能真的一元都不想交給你 但是有些事情他覺得做是沒有問題的 譬如改善你的待遇 令到你的工人又更加舒服 但是為什麼他不問工人 因為可能他沒有這個優勢 或者工人都不敢說 不敢說 我講了的話 你打我吧 但是我問李卓人跟你說 而你又不介意去做的時候 那就改善了 其實他工會令 已經代表了一個類似議員 即是民意代表 即是工會的民意代表 一個不會被老闆報復的民意代表 因為你是工人 你去罵完他 可能老闆就會報復你 李卓人與我無關 你就跟他談 可能影響會比較小 所以我想說 這些所謂的經濟學的專業人士 也好 代言人也好 就麻煩你們學清楚 搞清楚經濟學的基礎 才在這裏學人 亂說二十四 好 下次再講其他話題